我們剛剛講到兩種的入侵植物 一種是什麼 是中國的肉桂對不對 茵香 另外一種叫什麼 馬拉巴利對不對 你看到 在我們的樹林裡面有沒有看到馬拉巴利 就是因為我們登山客 把家裡的園藝植物 就種出來 結果這個馬拉巴利 比這些植物要強 要兇悍 結果呢 這個馬拉巴利就從旁邊 它開花結果之後就長進來了 這裡面有很多的馬拉巴利 未來這些森林 會因為外來種的入侵 它會被瓦解掉 被瓦解掉 所以呢 我們生態的破壞 大部分這邊的森林的破壞 除了開花 裸刀 還有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政策 這些外來種的入侵 有興趣的同學你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西溝 有沒有看到 馬拉巴利長了幾顆 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我們可以看到的地方 就有馬拉巴利長進去了 所以呢 像這樣的一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但是 我們這條步道 瞭解的人還很少 有沒有看到這個塑膠瓶 這個塑膠瓶是做什麼用的 你們知道嗎 這個塑膠瓶 就是這些熱心的登山客 他們都準備了水 希望你來爬山的時候 能夠來幫忙澆水 這一個叫做黃金風鈴木 也是入侵植物 你知道 現在是農曆幾月 幾月 你知道這一些 植物沒有錯 但是呢 他們 因為呢 人的 人的錯誤 他把它種錯地方 他也是很強的入侵的植物 結果呢 整條步道 都因為人的關係 把這些入侵植物種進來 他們沒有辦法 來保護我們的森林 反而把這些森林 而且這個破壞 比火燒還可怕 我們種了這個 這個入侵的植物 比火燒 比你在那邊開馬路還要可怕 因為呢 這個入侵植物進來的時候 他對我們的生態的破壞 叫做不可逆的 不可回復的 所以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我們大盜國中 如果我們下一次 能夠再來的話 我們應該要辦一個 砍樹活動跟拔樹活動 把這些外來種 清乾淨 不然的話 我們的森林 會被破壞到 沒有辦法復原 好 我們繼續往前走 繼續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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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